骗童下相终于从姑姑骗童风的口中 知道了父亲骗童剑的死去 没想到骗童剑竟然知道下相来了日本 只是因为异常的愧疚感 才不敢去和下相相见 毕竟骗童剑从下相出生 就没想过坐一秒钟的父亲 可尽管如此 在他待在医院化疗期间 还是看了下相的两场比赛 也会为下相的精彩表现高气的手舞阻挡 但可惜最终在真鹤半岛站的第三拳时 还是不幸死去 下相原本还没有太多感觉 然而在知道这事情之后 却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煽然了一下 知道就是爸爸在比赛中帮了自己 所以妈妈 在天堂不要恨爸爸了好吗 而另一边 因为出了这样的事情 练员们想要推掉弱菜的邀请 不打算再和下相一起去海边游玩吧 结果在母亲的劝说下 还是决定前往 并还要说服下相一起去 这让他不免有些不安 转眼到了第二天 彭泽的续芳车行中 续芳正打算做事 手机却突然震动起来 是相爷顺打了电话联系 似乎想和续芳明天一起出去玩 结果听到这话 续芳当机一脸的花痴 表示明天 明天我可没空 我要和许多辣妹 一起去海边玩呢 相爷顺也是惊呆了 连忙表示 你可别给我开这种国际玩笑 你这是撞鬼说胡话了吧兄弟 如果是真的 我也要加入 由于这话一出 续芳立刻惊得满头大汗 什么 别 你可不能做这种蠢事啊 我只是被别人邀请一起去 不能带人的呀 我根本做不了主的 续芳也是真的吓坏了 极力劝说相爷顺不要来 但这反而让相爷顺觉得 自己必须要去了 他告诉续芳 这只是海滩旅程而已 根本没人会在乎多一个人 所以别坚持这种蠢事好吗 想想我们俩当单身狗多久了 所以我这话直说吧 就算你杀了我 我也要去 就这样 相爷顺随即就干脆利落地挂了电话 续芳头脑一愣 随后才蹲在地上五头郁闷不已 我刚干了什么蠢事啊 我好像把一个最糟的人带进去了 明明下下河恋也会去那里 结果我还把顺哥带过去 这糟糕透了 烂透了呀 续芳心里慌得不行 知道相爷顺既然这么说了 那明天就绝对回来 怎么办 怎么办 而此时在连策到一列电车上 不明所以的下巷 正一个人在车厢中闭目养身 只见随着他的脚步开始收踏 他的手也开始做着换挡动作 不用说了 下巷又是在脑海中模拟比赛的情景了 其实自从下修开始 下巷就已经在自己脑海中 跑了第四站的双线赛道近两百圈 在公共交通上 在自己房间中 无论什么地方 下巷都在联系 只要戴上耳机紧闭双眼 他就不会被任何人所影响 即便在得知父亲死亡的灾难性消息的时候 下巷也没有停止前进 也没阻止下巷将自己的激情 转移到下一场比赛中 转眼就是海边之旅的日子了 这天清晨在徐芳车行 徐芳一大早就打算出门了 他内心十分复杂 原来他想了一整夜 觉得还是不能带着相爷顺一起去 只要自己离开得早 并关掉手机 这样相爷顺就找不到自己了 所以对不起了顺哥 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呀 续芳正在内心排练着道歉的戏码 结果下一秒 就听到后面传来相爷顺的声音 早啊续芳 你也走得这么早吗 于是续芳回头一看 惊得整个人跳起来了 相爷顺穿着短袖短裤 带着一个游泳圈 整个比他准备的还充分呢 相爷顺见了续芳这情况也十分好奇 连忙追问续芳你怎么这么早 现在甚至还没七点呢 只能说相爷顺也是一点不自知 没有得到续芳的答案后 就自说自话 激动地表示 自己这次就是因为太兴奋 睡不着才起得这么早的 就好像读书时春游言学什么的一样 说到这里 相爷顺忽然拍着续芳的肩膀泪流满面 你知道吗 我从来根本一点都没睡 真的真的谢谢你续芳 我还从来没有以为有你这么个朋友 而这么高兴呢 所以感情相爷顺激动地睡不着 不是因为车子 是因为马子呀 可续芳这边听到相爷顺这么说 整个人都傻了 他那张满是胡茶的大脸 一下子耍白 那些还嚎叫着 完了完了 我现在根本不敢告诉认真相了 而因为看到续芳惨白的大脸 相爷顺还关起来问他怎么了 是不是肚子疼啊 赶紧的别丢人啊 兴奋起来 我们可就要去参加一个愉快的沙滩派对了呢 此时骗赖江之岛的海边全是人影 无数的男人老少都在沙滩上玩耍 看起来真的十分热闹 不过下相和练两人这是还在浴场外面 练有一些着急 觉得其他人都在沙滩等着了 我们快点不下相 现在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剩余 日本人应该守时的 再次转场到沙滩上 相爷顺已经在续芳的引荐下 与若菜两人见面了 相爷顺真的十分兴奋 对着两个美女就胡吹起来 天哪 你们俩真是太可爱了 容我自我介绍下吧 我叫相爷顺 是MFG的车手 也许你们还知道我呢 若菜和佣香见到这么个自来说的大叔 也是内心有点慌 连忙都哇的一声 表示就像下相那样的嘛 他们两人根本就不知道相爷顺是谁呢 可相爷顺却一直在女生的袜装中陶醉了 内心因此还呢喃起来 我喜欢青春美少女 他们都好嫩啊 这里也是想吐槽 你个大叔忘记自己是怎么鄙视责度了吗 相爷顺也是豪气 表示自己很有钱 所以今天的午餐和饮品什么的 全都包了 听到这话 两个女孩当即对相爷顺露出崇拜脸 表示这可帮大忙了 相爷顺也是会说话 还说只要是个男人 都会愉快地为你们这样可爱的女生买单的呢 果然相爷顺也是有舔狗的潜质 他怎么就没个女朋友呢 另外这里也想知道 相爷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七号天使了吗 此时旭芳把相爷顺拉了过去 他觉得相爷顺表现太不像往常了 感觉有些怪异 相爷顺倒是觉得 刮了满脸胡子的旭芳才怪呢 自己只是想在这些青春美少女面前 表现得绅士一点罢了 显然相爷顺做得很成功 优香就觉得相爷顺好有趣 若菜也认为 虽然第一眼感觉是个怪大叔 可接触下来就觉得人还挺好的 所以看来讨女人欢心 旭芳真的还要学呀 这次下相和恋终于一起又会合了 恋正向若菜他们道歉 没准呢 相爷顺已经高声喊起了下相 他眼睁瞪得大大的 直接被下相身旁的恋震撼到了 不过更加震撼的是下相和恋 两人都有些满头大汉 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相爷顺会在这里呢 搞笑的是 相爷顺也没认出恋的身份 只觉得这女孩太可爱了 我喜欢她的脸啊 忽然相爷顺拖起了自己的下巴 等等 我怎么好像见过她呢 难道是电视里的明星吗 想到这里 相爷顺就直接就对着恋作介绍了 恋心慌的低下头 弱弱的表示 自己是西元寺 我们见过 但是 而恋的话还没说完 相爷顺的神情猥琐起了 这妹子真可爱呀 真的超级可爱的 下相和续芳在相爷顺身后吵嘴 续芳真的感觉十分抱歉 她和下相现在只能祈祷 顺哥今天一整天认不出恋的身份了 但这真的可能吗 此时在弱菜和优香的催促下 恋也终于换好了泳衣 她有些不好意思 觉得自己的款式是不是太平庸了 而当三个泳装美少女站在眼前 三个大男人眼睛都直了 续芳真的感动不已 自己算是闻到新婚味了呀 干得好呀练 虽然你平时穿得也很朴素 然而你的气质却鹤立鸡群呢 相爷顺似乎也知道续芳的想法 知道续芳这次算是说对了 西元寺这妹子 确实适合这种类型 这时 弱菜和练刚好背过身 结果看到相爷顺眼睛都直了 这屁股好美啊 简直和我的七号天使一模一样啊 相爷顺随其一个机灵 脑海中立即出现了 七号天使和练的身影 他震惊地无以复加 连忙对着练大叫着 你是七号对吗 是MF机的七号天使吗 有人这话一出 续芳人都要吓傻了 怎么回事天杀的 这家伙怎么就知道了呀 一旁练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他声音犹犹豫豫 最后干脆蹲在地上 一个剑步就跑走了 一边走还一边说 对不起我不是 下相爷是不自觉地叫出了练 这下相爷顺终于明白过了 练 是恋爱那个恋吗 当初说在他们口中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相爷顺立即尖叫起来 天哪 我的天使降临江之道海滩了 在恋逃跑后 相爷顺一脸正重地 看下下相 想要下相给自己一个解释 续芳因此想让相爷顺冷静 可相爷顺正觉得 下相背叛了自己 哪里冷静得了呢 只告诉续芳闭嘴 我很冷静 相爷顺的状态 让下相爷有些担心 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而相爷顺随即 就让续芳留在原地 他留下风中凌乱的两个美少女 带着下相来到了海边的地下停车场 表示自己对下相真的很失望 他冷冷地看了下相几秒 对一拳狠狠地打中了下相的鼻子 下相有些吃痛地蹲了下去 相爷顺则继续握着拳头 颤抖地告诉下相 你借助家庭的女儿是MFG的天使 这就是这件事的唯一解释了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 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难道认为我是不同人情的混蛋吗 说到这里 相爷顺也不自觉低下了头 眼角还有泪水伸出 我真的很喜欢你下相 自己真的很喜欢你 也一直觉得你是这么看我的 所以你一直都是在做表面文章吗 这就是你从英国带来的水准吗 下相听到这里真的脑袋空白了 而相爷顺说出这些后 终于一个转身告诉下相 我们绝交了 在相爷顺走后 下相一个人走到洗手间陷入沉思 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脸有没有肿 也不想回去再见续芳他们 考虑到脸也已经跑了 下相最终也决定离开 他神情落寞 感觉好痛 不是被相爷顺打的 而是因为总感觉心里堵得难受 相爷顺一个人在海边漫无无地地走着 还在想为什么下相一点没有便捷呢 自己该怎么找个台阶回去 他那时没有避开我 所以他知道自己是不对的吧 我虽然打得他很痛 但自己也觉得十分难受啊 我刚做了自己最喜欢的后辈了 另一边 续芳和若菜三人在沙滩上已经等了很久 续芳满身的不自在 尴尬的脚趾子都要扣海警房了 他是真的完全不知道怎么和妹子相处 所以救救我吧 下相 顺 你们哪个赶紧回来啊 突然 一声口哨声响起 就是两个维索男来搭讪若菜他们了 若菜言辞拒绝 表示我们这边还有男生没有来呢 维索男于是拿着续芳开涮 把续芳紧张的哥是 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了 若菜也是钢 但他们一边带着玩泥巴去 然而这两人就像狗屁高药一样 敢都敢不走 若菜和幽香也是愈美 幸好就在这时 项叶顺出现 他一脸兴奋 毕竟这是自己英雄救美的机会啊 因此还直接把两个维索男叫了过去 一声大哥的气势 把两人都震住了 项叶顺让两人赶紧道歉 把两人吓得话都不太会说了 项叶顺因此再次神情一变 淡淡地吐出四个字 说对不起 这两人于是紧张地满头大汗 连忙像若菜他们陪不是 两人背过身站在一边 就好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而看到这情景 若菜和幽香甚至是续芳 脑海中都只想起一句话 顺哥酷啊 项叶顺这是摸着后脑勺一脸的憨厚 连说对不起自己来晚了 这就去给大家买饮品什么呢 这里也只能说 项叶顺是真的超会的好吗 项叶顺在另一边吹着海风 心乱如麻 自己之所以没有辩解 是因为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呀 另外 我真的有资格辩护吗 我是百分百无辜的吗 我做了一个男人对一个男人的承诺 却根本无法遵守 我确实应该安得一拳 我真的坏透了呀 而在项叶顺对项叶顺内疚不已的时候 项叶顺和续芳正和若菜 他们在海边玩得开心 看着美女的大欧派和好身材 看着两个美女牵着手 笑得前仰后合 两人都一脸的花痴响 这一刻只有开心 唯有开心哪 这里也是替下乡吐槽 顺哥 你是不是忘记刚才打人 是悲愤的心情了呀 好歹也多持续几分钟啊 这世界也是参思 只有下乡受伤的世界 就这样达成了 群马的赤城山中 山道水着蜿蜒 如同一条灰白色的巨龙 铺陈在绿色的森林中 而在这连续不断的发卡翻上空 好像还坐着高桥起届 所以这是起届 正在给赖铭做指导吧 两人不知道跑了多久 终于在山顶的停车区停下 一旁的松本早已等候多时 看来又是松本调教了 这辆全新的丰田Supra呀 此时赖铭刚好下车 还联邦向起届请教 自己和MFG最好的 三位车手的差别在哪呢 我想知道 请给我一些提示吧 起届倒是没废话 直接让赖铭坐到副驾驶上 他脱销外套交给松本 对赖铭表示 我们速展速决吧 起届随机就驾驶着车子出发了 他闭上眼睛 也让朱星赖铭照做 赖铭有些奇怪 这样自己就看不到老大怎么驾驶了呀 于是起届表示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太多的视觉信息误导了你 让你分心了呀 如果你真想偷走我的技术 就必须调动起完全的注意力 感受每一点的感受 所以我才能给你展示 怎样攻略赤城山道 朱星赖铭于是一下紧张起来 随机Supra在起届的驾驶下 瞬间冲入赛道 松本在后面看的一脸欣慰 这一幕他十分熟悉 在二十年前就曾经看过很多次 这正是梁界教导起届和拓海的情景啊 起届驾驶的Supra在山路上高速冲锋 眼前正好是一个右转弯 赖铭闭着眼一脸的紧张 他已经感受到 这是发卡弯前的右弯了 这时起届才轻踩一脚刹车 入弯后又立即加速向前冲去 起届那些有些不爽 感觉太无聊了 感觉这些天的赤城山 跑得我都快睡着了 突然车下轮哐当一声 竟是起届在这发卡弯前 将车开到路源线来 赖铭闭着眼睛感受着这一切 感受到Supra已经甩尾贴着护栏 冲出了发卡弯 继续向着下一个弯道冲锋 朱新赖铭只感觉 眼下Supra的载荷移动如此强烈 完全是极限中的完美处理 根本没有一个失误呀 Supra继续向着一个右弯高速甩尾冲锋 感受到这样的离心力和冲击力 赖铭只感觉 这车子好像加了氮气一样 怎么能在弯道这种地方 冲得如此猛烈呀 这刹车踩得太狠了吧 朱新赖铭表情痛苦 只感觉自己的老大真是一个怪兽 不过起届倒是一点的轻松 甚至还觉得有点饿了 赖铭现在对起届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坐在起届的副驾驶上 这种速度的感觉 这轮胎的使用方法都和自己完全不同啊 885号还在山路上冲锋 跑得时间越久 朱新赖铭越觉得自己肤浅 自己以为自己是群马的骄傲 以为自己十分出色 可是和起届老大相比 却什么都不是 他是另一个维度的呀 朱新赖铭知道自己差得还远 现在的自己完全还是菜鸟啊 终于再次回到了停车区 起届淡定地下车关上车门 留下赖铭还在原地回不过神来 起届告诉他 你现在明白了吗 控制后驱车的时候 你就要用力去踩他 这就是群马骄傲的本质 本质就是控制油门的技术 在下坡的时候 藤原拓海甚至会比我踩得更猛 他是自然界偶然诞生的怪咖 赖铭这时擦拭了泪水连连点头 因为这一圈的关系 他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 还郑重地告诉起届 自己一定会把这一点 铭刻到驾驶中 无论如何 一定会把这变成自己的 朱新赖铭随机驾车再次冲上山路 起届在后面看着突然一下想到 自己原本还在中元节 与老婆孩子绕炕头 怎么一下到了这里呢 起届这时穿上松本递过来的外套 淡定地告诉松本 我想你还不知道 我哥已经结婚了 于是听到这话 松本整个人都要跳了起来 什么 自己没从任何人口中听过呀 起届因此也表示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我哥今天才告诉我 这里也是十分感慨 没想到梁介结婚 竟然比拓海还迟 他是终于忘记相知了吗 因为事情太大 松本觉得 这肯定要震惊整个群马的 起届抬起头也有些感慨 觉得应该是吧 其实结婚对我哥这样的人来说 原本是很简单的 不过拓海也是去年才结婚 起届也是好奇了 婚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当我们了解了 我们就已经老了吧 他只是震惊过后十分好奇 梁介到底挑选了 怎样的一个女孩呢 所以梁介也结婚了 吃骨到底什么时候有对象啊 我是黑板 下期见